東京這麼大 是不是來到都不知道選哪區住呢? 之前就說選山手線完線就一定沒有死 沒有死說沒有死 住得東京酒店 預算是貴的 萬一你好像我這樣 旺季來了 天文數字走不甩 說的是一間很小很小的酒店 就算位置不是很好都可能要2000元以上 比起平時貴一倍有多 我有找其他出路 早晨 我下一轉就要去拍攝 拍攝之前就有兩天空檔 我打算留在東京 很多人來到東京都會很糾結 到底住在那邊 整條山手線這麼大 真的分很多個區 有些人會住在新宿、攝谷那邊 有些人住在東京這邊 我自己比較偏向是住新宿、攝谷那邊 因為始終那邊是比較多的地方 然後如果你會去近郊的話 由新宿出發都是方便很多 快很多 拍這條片的今天就是三月尾來的 三月尾接近櫻花季 再葬正復活節 我這兩天還是星期六日 大家想不想像到 東京的酒店可以有多貴 不用想像了 我告訴你 二、三千元 說的是很小的酒店 平時可能最多六、七百元 現在都二千多三千多元 然後就讓我找到現在這一間 我這次住的這間酒店 一晚的價錢是一千元 不算震驚的 因為更震驚的是 這間不是一間普通的酒店 這間只是一間膠囊酒店 今次我就搜尋一下膠囊酒店 OMG 膠囊酒店都這麼貴 是 真的 沒辦法 其實平時的膠囊酒店 就不用這麼貴 如果追溯日本第一間膠囊酒店 其實就在大阪的Capsule Inn 這間膠囊酒店 是由一位很出名的日本建築師設計 因為本來膠囊酒店的概念 都是來自於這個建築師 第一間膠囊酒店 就是1979年2月1日開始營業 當時的租金是一千六百日圓一晚 最初就是為一些因為應酬 而儲過尾班車的人而設的 只在一個地方睡 所以就真的很小 到現在 同樣的大小 大概一萬 二千至六千日圓左右 空間也是最狹窄的 後來慢慢 就越出越多息水了 如果今次住的 就是這一種 叫做小小豪華版 看起來是Royal A19 A19就是我住的地方 各位觀眾 我真的沒辦法相信 一千元一晚 真的 這麼用? Oh my god 一千元 看到沒有一個很悲壯的畫面 就是行李箱 塞不飲 剛剛好頂住了 我知道你一定會說 住得膠囊 正常應該是backpack 應該是大小行李箱 怎麼辦? 這次真的拿虎李箱 又沒有省錢 又沒有舒適 還要放不到行李箱 最神經病 都是他一千元 但是他什麼都做不到 哇 拿不出來 哇 糟了 拿不回來 真的是門指甲 幸好開到 阿專家有沒有搞了 拿好要用的東西出來 那就不用再開個行李箱 現場畫面是一片混亂 不過我不管了 這次住的這家Millennial酒店 其實我很久之前已經聽過它大名 聽聞定位是高端一點的膠囊酒店 因為它不是普通的capsule 而是一張一張床 整個東西還是用iPod來操控 用iPod來控制 嘩 陳年歷史iPod 很久沒見過 來控制所有東西 不知道控制什麼 可以控制燈 還有動沙發 嘩 嘩 它正在動 有點像今早的Grand Class 好 先停下來 今晚才玩 嘩 很久沒見過 好 床可以調整整個傾斜程度 床平也可以 坐起來也可以 最有趣的是 因為膠囊酒店 你不可以用鬧鐘 所以當早上 如果你設定了鬧鐘 叫你起來 它就會直接開燈 或者整張床開始慢慢變回90度 直接用這個調校傾斜的方法 你叫你起來的 然後就會送一個袋 不是送 我的意思是有一個袋 有毛巾拖鞋 不如毛巾和拖鞋做 一塊鏡子 這就是我的房間 多大 超大的 走的時候 三萬 就可以走了 是沒得鎖的 那去看看洗澡房 我這一層就有12個床位 分了四格洗澡和兩格廁所 住了兩晚都沒有跟別人碰過 不用排隊去廁所的 廁所 都OK的 挺漂亮的 好 剛才跟大家開箱了這個 Millennial 千禧膠囊酒店 暫時來看還沒入住 如果單純膠囊來看 不服的正正常上 所有東西都乾淨的 我覺得如果backpack的話 真的一張床剛剛好 是非常夠的 如果拿大行李箱 就真的不要來了 然後 如果它是400元 我剛剛所有東西 全部OK 但現在說1000元 有些1000元就是 不可能 我寧願給2000元 住一間酒店房 暫時是這樣 雖然說 覺得價錢貴 不是他的問題 是我的問題 但沒理由的 膠囊酒店 以前的膠囊酒店明明 主打很便宜 自在有張床睡到就可以 但慢慢 人們對於空間感的需求 越來越大 所以就出現了很多 新式的膠囊酒店 我也住過幾款 OK 為了平復我的心情 現在先去吃個鳥貴族 對面街就有一間 那邊那條街又有一間 隔兩步就有一間 不知道出這條片的時候 香港開了沒有 因為就來開了 香港 不知道開去哪 我猜 我猜尖沙咀 桌巴台 炒麵麵包新東西 讓我來跟大家說一下 鳥貴族究竟有什麼吸引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他的機器 除了單之餘 有得教中文 有得教英文 或者真的看不明白 都可以看到 第二件事 夠多分店 特別在東京和大阪 走兩步去一間 你想想 那間沒有位置 就叫你走兩步去第二間 然後種類多 不算便宜 真的想不到吃什麼 就是吃鳥貴族 所以如果開到來香港 它不是便宜的話 真的熱潮一個就沒有了 我覺得日本居住屋要扣分的位置 就是不能叫ZERO 一定要叫COLA 而且我覺得我已經沒有COLTA喝酒了 因為我今早在車上已經喝醉了 我現在還有一點醉意 整個人有點興趣 因為那杯酒應該是13%的 但我喝了一瓶 現在頭髮都會暈暈的 我告訴大家 去居住屋 一定要叫GD 去居住屋也是 一定叫這些 你吃 有些酸酸的醬 好像是很開胃 又健康 吃草 這個很好吃 這個叫什麼名字 山藥泥 山藥泥真的很好吃 哇 我不喜歡吃它的醬汁串 醬汁串 很鹹 我通常吃鹽味串 有什麼推計 我吃一些很健康的東西 而且我不喜歡它 一定是兩串起 那我搞到要吃很多 很喜歡這個芥末 很搭 貴族串 如果這一生 以後只可以吃豬肉 雞肉 或者牛肉 我一定是只吃雞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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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瘋了 賣單 1800耶 不用100元港幣 傻了 就是90元港幣 吃到 吐 因為這裡全場都是外國人 令我覺得是少少去了歐洲的感覺 這裡的糧食 野飲 都是喝針的 我就用我的grand class水瓶 給針水 它只有一台電梯 所以等電梯也挺麻煩的 所以等電梯也挺麻煩的 OK 今天就是住完兩晚交往酒店的一個早上 先喝一杯拉蒂 我不喜歡喝咖啡 但我就是覺得 生活就是要有這些顏色的食物 你吃不吃 挺好喝 可以 可以 對於這個膠囊 到底我有什麼評價 就是很驚喜 很驚喜 這個膠囊酒店的床 是極舒服 一覺睡天亮 睡得很軟 還有因為可能是一個密封的空間 它不吵 我說我之前住的那間first cabin 很吵 隔音很差 這間我覺得隔音是OK的 當然又偶爾也會聽到 隔壁房間的咳嗽聲 但是不會很大聲 絕對不會騷擾到你的程度 但是 始終它1000元 我真的接受不到 最多500元 500元就是極限 人體極限 那評價一間膠囊酒店呢 我就覺得有幾個方面可以說 第一就是它的位置 第二就是價錢 第三是舒適度 第四就是清潔度 地點上真的方便 那貴一點我覺得也合理 但是呢 其實我現在這樣想一想 我發覺 我來東京 通常一住在攝谷 新宿這些地方 我就特別 沒那麼開心 沒那麼盡興 可能因為這裡真的很擠 很多人很擠 周圍都排隊 所以其實反而下次可能 對我來說 那個地區 反而越偏遠越好 可能 不過就真的浪費很多時間 而且也浪費很多交通費 所以就真的要看你怎麼取捨 清潔度呢 都合理了 不會見到任何骯髒的東西 至於欠洗澡房也不會的 那它一層都很多個Pot 但是我每次洗澡都沒有人撞 它有四個洗澡房 最多都是剛好有一個人洗澡 所以其實都OK 另外就是 我挺喜歡在普通地區工作 因為普通地區很多人 都全部都是外國人 所以好像有種去了歐洲的感覺 而且在偷聽他們說話 最搞笑 對於這個交囊體驗的評分 整體來說 五分我就給三分 即是中規中矩 所有東西都 然後明天我就會開始去淡路 又去大部代海了 如果出了 大家看這條片 未出就留意下一集 拜拜 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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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晨早晨早晨